去年马士基旗下的一艘集装箱船 在印度洋发生严重火灾事故 整艘船面目全非 在大火扑灭后 船被切割成了两半 像这种超重量型船只的托运该怎么办 世界航运巨头马士基选择寻求中国的帮助 据悉 这艘集装箱船 当前仍需要继续停靠在迪拜 将其余受损的部分进行清理 而这没怎么损坏的后半段 被计划送到韩国卫山进行重建 那么问题就来了 要是船只是完整的话 还能被拖走 现在这艘货船只剩下一半 想要进行运送就需要一艘更大的船 中国古代就有曹冲称相的故事 用石头来替代大象的重量再进行称重 而现如今 十万吨的货物我们可以用货轮运输 那要是十万吨级别的船只出现了故障 该怎么托运呢 总不能将这十万吨的船只 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来进行运输吧 这时候 我国的星光华号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据了解 我国的星光华号是当今全球第二大 中国第一大的半潜船 其载重量为9.8万吨 下潜池水约为30.5米 甲板的面积有13500平方米 这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曾在2017年 我国的星光华号 就曾将国产石油平台西温6号 从中国运到了英国 也正是如此 航运巨头马士基就找上门来了 将此次的运载任务交给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的2月15号 马士基就公布了几张星光华号 运载这艘货船的照片 可以说让我国在海运领域是大显身手 不少网友纷纷感叹 海运百年无我份 而今奋起多兴旺 事实上 星光华号的存在 对于我国海军的帮助也十分巨大 例如 在大型航母遭遇故障后 脱运难的问题 有了星光华号就迎刃而解 另外还有一些远洋航行 不可控性强的舰艇 都能通过半潜船进行运输 可以说有了星光华号的存在 我国海军才是有备无患 我国海军的存在